這個好鹹喔 好 醫師要示範 今年第一次的麻婆豆腐蓋飯 來請 原來要放那麼多 因為水很多 湯 完結 醫師放糖的用意是什麼 放糖的用意在水裡頭 可以刺激鹽巴 讓豆腐吸收更快 帶了微甜的微甜 曖昧的甜也很討喜 麻婆豆腐是切小塊的 你看一次就會做了 而且未來麻婆豆腐就是這樣做 因為麻婆豆腐呢 最受用的就是那個滷 滷豆腐的過程 加鹽加醬油 然後再用花椒 剩下煸過的花椒油去 放在裡面水裡面去滾 讓它整個變成有鹹味的花椒水 去滷那個豆腐 為什麼這是我們會有起司片 對啊 為什麼 通常這個時候我們的重點就是 當你 麻婆豆腐都要勾芡 但是一旦芡粉下多的話 本身起司蛋白質很豐富 對於收水的功能相當好 拿來勾芡 對 在飯裡面也放 好 現在我先把這一個肉的質感 先給抓出來 圍出那個肉燙 我沒有很在意一定要去 把這個蔥薑蒜去爆香 我會把薑一起先滾 蒜末帶火起鍋的時候 再放就好啦 生蒜的香味 對 對 可以強調生蒜的感受 是 我現在花椒油 先在飯裡頭撈一撈 這個特別 第一次這樣看得這樣子 對啊 這沒看過 花椒香味就上來了 花椒香味就上來了 真的 豆腐膨脹了 有沒有 煮到整個膨脹 膨脹以後 它裡頭就不會吃水 那麼再微到這邊來 它的味道就表裡一致了 聰明 這樣也能這樣 一點點的醬油 我都可以用給它 好 補上一點點醬油 那麼現在就讓它煮 這邊的澱粉 用的是糯米粉 我沒有用太白粉 還有一點點的花椒麵 一點點的七味粉 等一下起鍋的時候 我會把它撒在飯上頭 等於你吃到豆腐 沒有這些味道 瓦到飯跟它結合的時候 它就萬國歸一桶了 好 我這樣起鍋了 我還沒勾芡 直接把起司丟進來 它就會收汁了 我用到兩片 而且味道不會 因為這樣被拉帶 不會 一點都不會 不會 一點都不會 這個是以西學為底 中學為用 你慢慢收汁就濃了 汁就濃了 我會帶奶香味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應該 重新認知一下 辣跟氣質很搭 就像很多韓國料 有沒有 汁收過來了 汁整個收過來了 有 有沒有變濃了有沒有 汁整個收過來了 汁整個收過來了 死巴西 好 汁收過來了 來 那我現在 這上面蔥花進來 完全剛好 蒜還沒放 蒜還沒放 生蒜還沒放 燙燙燙燙 這樣子撈 它的飯感覺就很香 好 這個時候 把蒜放在這上面 放上面 七味粉放在這上面 花椒麵一點點 好 來 那現在整個進來以後 好不一樣的麻婆豆腐蓋飯 麻婆豆腐蓋飯 看到了 謝謝 第一次 接下來品嘗今天 2016年全新版本 麻婆豆腐蓋飯